欢迎回到美国之音VO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日前一对中国大陆的游客夫妇让自己两岁的幼童在香港街头变逆 被路过的港人拍照由此引发冲突 这则新闻激发了两地媒体和网民的口水战 也激发了新一波的中港矛盾 中国的网络上出现了号召大陆游客抵制到香港旅游的帖子 有分析人士称中国当局在借变逆事件煽动内地民众对香港人的仇视 便利事件折射出中港之间的哪些深层矛盾呢 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应该如何化解冲突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请香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继续明先生 以及中国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丽教授参加话题的讨论 而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依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 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51 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 您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 好的 我们首先想请继续明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您现在身在香港 谈一下您对这个事件是怎么看的好吗 这个事件其实就是 它是一个导火鼠 它是中港两地矛盾在不断地扩大 或者说极化的一个反应 因为实际上从近年来就是大陆对香港开放旅游自由行 就越来越多的大陆内地游客到香港以后 那么也有些就是对香港的一些情况不熟悉 法律习惯不熟悉 就把内地的一些习惯带到香港来 比如最早开始引发冲突的 就是在火车上吃东西 这个香港是有法律规定 其实我刚到香港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规定 后来就是慢慢就有这样一个法律规定 在列车上是不能吃东西的 那么这个就引起了激烈争吵 那后来就是慢慢又发展到 就在这个一些品牌商店 他只允许让大陆客进去 那么香港就觉得不满意 也引起了很大的一些争议 那么再到前段时期 有些这个香港人就把大陆客看成是蝗虫 就是非常用一个比较粗暴和激烈的方式 去在一些闹事的地方羞辱大陆客 那么这一次又发生这样一个事件 那么我觉得这个事件其实还是个别的 对每年5400万到香港来的游客当中 它只是一个个案案 但是这个个案却反映出背后的中港两地之间的一个矛盾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今天这两个不是大陆游客 如果今天这两个是美国来的游客 他们发生了这个行为 香港人会不会只站在旁边看用手机拍照 可能会好奇的去问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记得我20年前到香港 刚刚到香港的时候 也是因为就是来了以后情况不熟悉 有一次到商店一下子把头创在那个玻璃上 那个搞得那个眼花了染 这个时候就有旁边的香港人问 你有什么问题吧 要不要帮助 那现在呢 就是由于香港 一些香港人对大陆游客多的 来的比较多了 看到负面新闻多了以后 就把这种行为标签化 那么这种行为标签化以后 又在网上扩大和发酵 形成了这种对立 那么这种标签化的背后 这个矛盾的背后 其实还是我觉得有一国两制的失去 造成的这个香港人这种生活被挤压 那个还发出的一种怨气 那么使得也有一些小问题 也有一些看不惯的事情 不是去理性的合理的解决 而是把它扩大化 那么就造成了中港的这种 对那个民众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加深了 好的 谢谢季先生 那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视频 包括前几日香港的民众到海港城 去进行模拟变逆的抗议 这个气氛是非常的紧张 剑拔弩张 让人看得真是非常的痛心 也想起了以前古人说了一句话 说是相间何太极 本事同根生 我想请复旦大学的沈丁丽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 您可不可以从大陆学者的角度来谈一下 为什么这次大陆的民众对这个事件反应这么的强烈 甚至包括像凤凰卫视的一位记者 刊出了一些他自己的看法 也被变成这个众矢之敌呢 陈教授 我想双方之间呢 恐怕在一些认知的问题上是有差距 那么这个事情我作为一个大陆学者怎么看呢 本身不是个好事情 那个访客 你是客人不是主人 在主人的家里呢 就是说因为有些 那个那个就是 有些急 那么就要在马路上 在人家家里这么做 那么很显然这个是道理不是很充分的 尽管急 但是呢 以损害主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 以及当地的法律的这个做法 来解决个人的这个生理上的需求 我认为这不是个好的理由 这对父母呢 没有充分的意识到这个问题 他们把大陆的一些做法 这个做法我可以说是漏袭 可能在大陆做 警察就可能没有那么严厉的来监管 也恐怕周围还有很多人来帮助 我希望是这样 但在香港的话呢 也许过去是这样 但是现在呢 由于种种的问题造成了 香港百姓对大陆 那个百姓的一些看法呢 有点标签化 有点负面化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香港的有些百姓 可能用一种比较极端的做法 来表示一种不满 我想我们应该理解 我们作为客人应该理解主人的想法 我们作为孔门之道的国家 应该设身处地为主人作祥 怎么理解他们的对我们的不满呢 是有正当性 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支 那么对于客人 那个大陆同胞也有一些陋习 能不能呢 在于批评的同时 让大家感觉到是种善意的批评 而且在批评的同时 能够给他一种圆满的出路 我想这是大陆同胞 也看到缺乏的东西 所以大陆很多老百姓 从情绪上来讲 并没觉得那些批评 指责我们人 他是友善的 他就是就事认识 没有体现出一种人性当中的 一种温和 一种温良 一种善意 所以对这样一种不够善意的批评 大家也有情绪 我想双方政府 学者都有很大的责任 怎么样大陆的 就是川冠者 要拿出一个负责任的 一个尊重主人的态度 特别尊重当地的文化和法律 同时主人呢 也就对客人有些不当 你在批评的同时 用法律衡量的同时 用这种充满关爱的 善意的办法 来帮他找到一些解决办法 等等 而不仅仅是意味的批评 这样一来呢 恐怕有伤感情 好 沈教授 我刚才呢 那个纪硕明先生 谈到一个问题 说这可能就是因为 中港一国两制的这个制度呢 是最深层的原因 另外呢 这几天呢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也出现很多的文章 像很多人呢 也是认为说 说这是香港的中产阶级呢 对自己这个 引以为傲的这个社会秩序啊 还有这个法治和文明 一点点的流失 对这种情绪的发泄 您认同这种看法吗 我觉得有 可能有一些这种因素 但也不完全充分 我想的话呢 对于这种一种漏袭 比如讲 你到日本去 到那个 就澳门去 就是到 到华夏文化圈 或者到朝鲜和韩国 我想当地百姓也没有一个会欢迎的 所以这不能说 因为有一国两制 我们从这些别的地区和国家 也没有什么一国两制 我想大家都不会赞成 但是那边的话呢 恐怕在批评我们同时 也可能会有一些 更极端的做法 或者说 有些更关爱的做法 我想关键不是要去说别人 作为孔门自盗故乡的一个后代 还是要多批评自己 批评自我批评 只要我们做的不对 就要隆人人家的批评 所以我们自己要道歉 那么我觉得这对夫妻 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向香港政府人民道歉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香港政府和批评的人民呢 将来在近香港的关口啊 有更多的说明啊 网站啊 印刷屏在酒店里边 给他们说明 碰到这些情况 比较尴尬的 应该紧接情况下 怎么更好的处理好这些问题 是 那我想请教一下 季寿明先生啊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 10年过后 很多的网友都有所评论 那么我看到 在网上有个网友评论 就是说呢 他说其实在早期 他也是观察到了 这个所谓一国两制之后 97年之后呢 北京 北京的压力 还有就中国中港之间呢 又产生了很多新的变化 所以可能这样 不友善的态度才出现 例如说他就说 他说总是说要包容 偷树的要包容 偷铁的要包容 骗钱的要包容 不讲卫生的要包容 贪污的要包容 包容这句话 之后就说 中国是开发中国家 要让人民有时间去转变 结果17年过去了 只换回一句 不是我们中国 你们香港就完了 所以这是不是也折射出来说 中港关系 不管在经济上 或者是政治上的转变 导致香港人对于北京方面的 政治压力的怨气呢 季贤 其实你讲的这个情况 我在这里 我是深有体会 因为香港实行的是 那个资本主义制度 一国两制是 因为内地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香港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那么资本主义制度 我想有一个普世价值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 它没有一个 这个香港特别的资本主义制度 可以跟美国和日本 那个不相同的资本主义制度 沈教授刚才也讲了 这种行为在其他国家 同样是不受欢迎的 那么这个 现在我觉得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我觉得有些遗憾的 就是刚才沈教授 都讲到的这些问题 结果就是没有发生 而且有国家领导人 来激见香港的媒体 高层代表团的时候 讲的也相对比较轻描淡写 就觉得这个是 发展过程当中的客观情况 这当然是 但是他说慢慢可以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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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合的 那其实我是觉得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看到这些情况 是就是是 非就是非 如果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 应该 劝说国民 你到香港 尽管香港是回归了 但是他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他有自己的社会管理的模式 和法律规范 那国民就是内地的居民 你同样是中国人 你到那边 你也要去遵守那里的法律 包括就是大陆人到台湾 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那个台湾 有台湾的一些法律 你到那边 大陆人也要去去遵守 那边的这个法律 那这个就是一国两制的这个区别 你作为国家领导人 首先在这一点 要跟国民那个教育清楚 因为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也碰到一些一些朋友 大家都觉得你香港回归了 我就应该可以自由进出 那我就应该可以这个 我我把大陆的一些东西拿过来 我在大陆都是这么做的 那所以那对夫妇会非常理直气壮的 小孩子要尿尿 我有什么办法 对吧 那个小孩子的行为 就是因为要你家长来监管 那么像这些情况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 两地的这个制度差异 和文化差异 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冲突 那么那个还有一个呢 就是也是接到 如果我们扩展开来 也是接到一国两制的探索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在内地媒体采访我的时候 我也这么讲 就是现在到香港来的游客 确实有那个香港社会难以承受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因为为什么它每年的地增幅度太大 去年到香港的游客是5400万 5400万就相当于香港本地人口的将近八倍 那么在香港这么一个弹碗之地 而且它周边很多是像大雨山都是没开发的 人口就集中在比较市中心这里 那么就造成了很多的拥址 对香港人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这个不便利 再加上一些水客啊什么 这个都会有些影响 因为我曾经也说过 我们现在时间没有很多 我们先来接听两位观众的热线 一会儿再请您来跟我们做其他的分析 首先来接听一下湖南的张先生的电话 张先生您好 你好 请点短发言 刚才我向那个季先生提了一个问题 主持人可能把我的意思给曲解了 我是说如果现在中国跟俄罗斯在台面上不结盟 但是如果美国逼人太过分的话 中国会不会在私底下和俄罗斯遥相呼应 就是这样的 请解释一下 好 不好意思 好 谢谢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了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天津的张先生的电话 张先生您好 我有一点就是非常不清楚 因为台湾也好 香港也好 中国也好 我们都是同一个文化的背景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现在大陆 现在等于是到了这个地步 难道中国特色就是这些东西吗 对不对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一直坚守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什么共产主义 什么这些东西 咱们不知道以后他们怎么会在中国这个生恩开花结果 现在反应出来以后我们现在这个人民的国民素质 这个在香港你们见到这些是真是少的 在我们大陆这可以说比比皆是司空见惯 到处是这些东西 您知道吗 这个所以说我们现在我对这些东西 我们大陆人也好 我们政府也好 我们领导人也好 应当有一个深刻的反思 我们这个制度到底是给我们国家带来了什么 上哪去 将来怎么办 国家能这样下去吗 谢谢张先生 谢谢天津的张先生 我们最后来接听一下广东的杨先生 杨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了 你好 我认为这个 我认为香港啊 这样的做法 要扩大这个事情啊 太不应该了 因为我们 就是在我们当地 要是小孩在街上尿啊 我们也看到也会批评他 但是我们不会把他 当为一种什么 变成一种对立 跳起矛盾 这里面是不是有 后面有一个经济背景的人 在后面操作呢 还是说他是中等阶级啦 他有富有啦 他就高高在上呢 这个问题上啊 他就有一定的矛盾 产生矛盾 交付矛盾的 这种吸取来的 使内地和香港的造型 有一定的误解 我觉得我的观景是这样 好 谢谢广东的杨先生 感谢各位观众打电话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 我们最后呢 只剩下大概30秒的时间 想请沈丁与教授呢 来给我们总结一下 您觉得这样的冲突 在未来会不会越来越激烈 还是会平息下来 沈教授 我觉得双方的政府和民众呢 都要理性 多从对方的角度 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 同时呢 也从法治和道德 以及是相互 守望相助的角度 这样一来的话呢 多做批评和自我批评 各方都自我批评 都对对方有一个更理性的期待 我想的话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发展 两岸的文明 会比较同步的进步 最后呢 大家会相互做到更加和谐 好的 时间关系 关于大陆又同香港 当街变逆 引中港新冲突的话题呢 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 不幸福的地图 都不幸福的地图 在这一年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